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聊一下这个兰花 相信有很多花药家庭中都要有兰花 我今天主要讲的目的就是有很多花药 对这个松针土 并不陌生了 这是那些松针 松针发酵而成的这种 整成就是松针土 松针土是比较适合一些 喜串性的植物摘种是比较好的 那么刚挖回来的松针土 可不可以直接摘种一些花花草草 特别是兰花 其实刚挖回来的松针土 不可以马上摘种这个兰花的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摘种这个兰花呢 因为在山上挖回来的松针土 就是经过了这个长期的易塞雨林之后 表面的土壤 就是自然的腐烂发酵 这是刚才说了 这是刚挖回来的这个松针土 这样给它做一个消土 如果是在夏季挖回来的话 咱们就是给它做一个转异照 咱们可以放到一个楼顶 或者是一个地瓶里给它做一个传异照 晒上一到两天是比较好的 把里面的这个细菌 还有这个虫卵 通通的给它杀掉 不过进入秋季的话 咱们是可以用一些 多精灵 或者是一些消毒剂 把它放到里面去混泡 然后就让它彻底的做一个消毒杀菌是比较好的 这样用来栽种这个兰花是比较好的 所以把里面的虫卵 一些有害菌 通通的杀密掉之后 再可以给它栽种兰花是比较好的 所以花样们 在山上挖回来的松针土 千万不可以马上栽种 绿渠 另外挖回来之后 不单单用松针土给它栽种 可以在里面混合一点其他的极料栽种是比较好的 极料配合的是比较的多的 里面最好是添加一点 农家肥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这个羊粪 给它添加到里面去 混合一起栽种 肥力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它不会出现一个板结的现象 对这个输松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个肥效 可以长达 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 很多话有在栽种兰花的过程中 也给它放了少量这个羊粪在里面添加的 所以这种肥力是比较充足的 也可以放在植它的植物上 植用也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主要讲的目的就是 刚挖回来的松针土 可不可以马上栽种这个绿菊 就是兰花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刚才所说的小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绿菊 这是兰花的花样们 好了 下集再见